新闻回顾与展望 一周廖望 周永康被中共立案审查 您可以先帮我们分析一下 中共公布这则讯息 有何关注的焦点呢 在上个礼拜三 就是7月30号 在宣传很长时间的 这个周永康案 那正式宣布 那我相信听众朋友 如果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今年的3月3号 在两会召开期间 在政协的记者会上 那政协的发言人吕新华 针对外国媒体在问 相关周永康案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叫你懂的 我相信如果注意两岸的 新闻的听众朋友 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 其实那时候大概 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 心里头会心的微笑 大家知道说 其实周永康案已经在进行 而且等待时期宣布 那严格来说 在周永康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底的时候 大陆的相关的部门 其实已经对周永康 做了一些立案的审查阶段了 那等整个布局安排好之后 其实才 就是说外界才在观察说 哪时候会对外宣布 那一直拖到上个月底 7月30号 正式的对外宣布 那让外界也比较清楚的知道说 其实习近平的反腐的动作 已经是从过去到现在 那算是打了一只最大的老虎 刚才主持人也特别提到 我们要关注哪几个部分 当很关键的还是周永康在 周永康案宣布之后 整个大陆的舆论的反应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那正式宣布和 这个间接宣布和没宣布 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那我们看到 今天最新的这个相关 中国青年报统计的数据显示 就是说普遍的民众 对于这个习近平打力反腐 打这只大老虎的这个作为 当然是持正面肯定的 那当然很多人 也要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是在这个同时 大陆的贪腐的问题 是不是就此画下了一个据点 还是还会有持续的 一些大的动作 那当从习近平的反腐的 这个大刀 是不是还要砍向 其他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值得 进一步再观察的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今年的三月这个讯息 透过官方间接的这个宣布之后 习近平的反腐大刀 还持续的砍向了 相关跟周永康有关的 相关的比如石油的系统 四川帮 或者是他的周边的亲戚朋友 亲密的朋友之外 那也同时对于大陆的 各个的阶层 尤其是习近平当政以来 这两年多来 他各个体系 尤其包括媒体 包括军队 都进行的打力的这个诊治 那前一段时间 徐才后的 贪腐的这样子的一个宣布 那当然也让外界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 当内部可能 中共内部可能的 这个反弹的力量 其实也不能轻忽的 所以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在打大老虎的 这个动作宣布之后 那外界对于 中共未来的这个走向 也值得关注的是 在四中全会 因为在宣布 这种康涉嫌严重伪计的这个同时 中共中央也决定 在十月份要举行四中全会 而且讨论的是 全面推进的这个依法之国 依法非常关键 也就是说大陆现在 要采取这个严刑军法 习近平上来这两年多 外界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他的打探反腐的动作 是 总片 那你怎么看这种康案 造成的一些相关影响呢 我想我们现在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 这种康对于整个中共的官场来讲 过去行不上政治局常委这样的观念 也就是说副国级以上的 就是国级的 就是政国级的这些观 也就是最高层 打探就是没有界限 那让外界过去 所谓的行不上常委的这样的概念 已经彻底的一个翻覆了 那从这一段时间 习近平上台之后 对于政部级 部级官员 甚至副国级官员 还有现在这一次的 这个政国级的官员的 这样子的一个打探的这个动作 也让外界觉得的确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的决心 也看出来第五代领导阶层 对于中共未来的这个发展 他们希望能够永续的经营 能够持续的执政 对于贪腐的这个打击 当然力度必须要增加 这样子让共产党的执政 能够更加的稳固 这是我们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觉得就是在习近平 打探的这个动作的同时 我们也看得到 的确中国大陆现在 所面对的这个民众的 就是舆论还有民情来讲 对于贪腐的反感 其实是非常强烈的 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尤其是习近平在当选总书记 还有中央军委主席的同时 他在去年正式成为国家主席之后 他挡政军一把抓之后 他其实反贪腐的力道是更强的 他也看得出来 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做的一些 相关的动作 他为了要能够 中共能够持续稳定的执政 他所面对的可能是 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阶层的 这个反弹 也就是说中共内部 牵涉到这个派系和反弹 其实是环环相扣的 也牵涉到这个四代领导阶层的 不同的这个处理方式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也看出就是说中国大陆 尤其是在威权体制下 党政在运作的时候 他们可能因为要处理 贪腐的问题 所产生内部的这个隔阂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来观察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过去 尤其是我们看到军队的 这个反腐的过程中 看到习近平在两年左右 那他从2012年年底 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 对于军队的掌握 当然是很全面 他能够对于第四代领导阶层 尤其是我们看出来 像周永康这样子的大老虎 能够非常放手的去做 也显示出这个习近平 他已经在党政军的权力 是非常稳固了 总编也很多人关心 说为什么会选这个时间点 公布您的观察呢 我们看到在去年 有关习近平要处理 周永康的这个贪腐事情 就已经陆陆续续 透过海外还有境外的媒体披露 大陆的媒体 虽然我们看不到 任何的这个端倪 但是很多信息也显示出 习近平从周永康周边的人马 开始清理 我相信听众朋友 如果印象非常深刻的话 在这一段时间 清理了很多的一些 正部级官员 或副部级官员也好 大概很多都是围绕在 周永康这个系统 也就是周永康的人马 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一头 我们特别提醒听众朋友 如果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话 周永康当过 四川省委书记 四川围官之内 他的一些秘书 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官员 如果大家印象深刻 在去年 都陆陆续续的清理 政法系统里头 石油系统 当然印象更深刻的 还有国资委这些系统 就是过去在被视为 周永康在担任国资委主任 还有在石油系统 这种石油系统任内的 相关的一些官员 陆陆续全部都被清理了 那也看得出来 从去年开始 周永康周边的人马 就像波白赛事 一个一个一个清理之后 一直到最后 才宣布打这只大老虎 是 所以后续发展 以及相关的一些影响 我们持续来观察 另外我们在观察一个重点 就是昆山是大陆台商 投资的重镇 不过在2号 有一家台商中融公司厂房 发生爆炸 可以请总部长分析一下 这起事故 显示出哪些的问题呢 我们知道在上个礼拜六 大概早上的时候 其实这个讯息 大概中午的时候 陆续曝光 昆山这个重镕金属 台商 那因为这个粉尘 引发了这个大爆炸 至少造成200多人失伤 其实这也是昆山 有史以来最惨重的 这个公安事故 而且当时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李克强 在第一时间内 就是对于这个事情 做出了一些动作 那江苏全省都进行了 这个公安的大检查 其实波及到很多台商 因为长山脚里头 江苏是台商聚集 最多的地方之一 我们知道台商 其实主要在80年代的时候 90年代的时候 尤其是80年代末 90年代群聚在这个广东 2000年以后 最明显的是在长山脚 长山脚又以这个江苏 苏南这个聚集的最多 那尤其是昆山所在的苏州 苏州只是 严格来说是一个台商 尤其是昆山 是以台商发展出来的 一个城市 那这一件爆炸案 造成的这个死伤 是非常严重的 其实这个意外 当然也进一步的造成 台商在当地 可能面对的是 怎么样持续 面对大陆这个投资环境 还有大陆这个生产环境 日记的恶劣 台商要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关键 我们在看到当天爆炸案发生之后 我们记者也到现场 那也看到中荣的老董 董事长这个吴吉涛 还有总经理李博昌 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难过 就是因为 其实他们都是老台商了 那他们对于这样子的情形 也是觉得 因为中荣他有ISO的认证 美国OEN的认证 这个意外还是降临 那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大陆有全面启动的公安的检查 尤其是对台商 而且大陆媒体也在利用这个时候 特别强调了 这个企业的保障安全的生产 不管你是什么资 不管你是台资外资 什么资或者是港资 在这一点是没有模糊的空间 也没有回旋的余地 也就是说大陆现在对于台资企业 对外资企业 在有关公安和生产方面可能要求的 因为这个事情之后会更加的严厉 那我们对于台商的这个投资环境 也充满了担心 而且这很重要的是 这个案子还在持续中 当地的民众的反弹 可能还会在赔偿反弹 都会对台商造成很大的负担 那我们说这是可能 今年是甲午年 这个可能事情特别多 也对于台湾来讲 刚刚高雄发生气暴之后 那隔了两天 昆山又发生这个台商的爆炸案 那对于未来台商投资 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担心 当然我们也希望 就是说在大陆投资的台商 在公安方面 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经过这两地的这个爆炸案 也让进一步的审视 在相关生产的时候 怎么样注意 环安公安都要特别注意 因为前段时间环安的这个问题 就是环保的问题 环保安全的问题 其实已经让台商非常头痛 现在再加一个公安的话 这种连环保 对于台商的这个投资来讲 都是雪上加霜的事情 是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访问到旺报总编辑 王冲中 王总编辑 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总编辑 集中访问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